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今天来介绍一款 不知道是公关的蓄意操作 还是宣传经费出了问题 导致水均还没上线 开服评分就爆死的 RO 先进传说 魔物远征 那要讲这款之前 我们照慣例来快速回顾 这IP曾经在台湾 推出的相关手机跟PC作品 其他主机跟非线上类的作品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虽然我觉得RBO还蛮好玩的 先进传说最早的版本 是在2002年由重绿色Gravity开发的PC版 当年是由台湾的新干线代理 奇姆公司为自贯科技 再到2016年改由重绿色原厂直营 这款也是当年经典的网游 虽然有各种像是DOS版的外挂 但仍是不减其魅力 可能也因为当时缔造的话题跟营收表现 埋下各种后来手游化的开始 2012年 由子公司Neo Sion开发 台湾极致行动科技代理 RO仙境传说 瓦尔基里之乱 而当时的旗舰机还是三星的Note 2跟iPhone 5 应该算是蛮早期的手机版本之一 在2014年12月31结束代理后 由原厂接手应允改名为 仙境传说 英雄战役 后来改名为英雄传说 经典PVP 个人觉得是蛮失败的作品 Bug多 外挂问题 策划不上心 整个画面也很糟糕 割菜味浓厚 不过我相信即便如此 也还是会有很多玩家买单 2014年 由原厂开发 新干现代理的续作 仙境传说2登场 采用3D风格 并类似魔兽世界的玩法 跟前作有很大的差异 劝退了很多习惯前作的玩家 所以并没有造成像当时一样的市场热度 在2015年就改为仲林社营运 并将台府合并到国际府 接着是同年 由原厂开发应允的 仙境传说帝国 是策略游戏的玩法 非常冷门 画面也很普通 相关资料非常的少 而从此之后 仲林社就陆续会有授权中国开发的作品了 2016年由上海郡默游戏开发 原厂跟居妹代理的业游 RO先进传说web 另外2019年还推出新的版本 RO先进传说web重逢 其实这类网页游戏并没有什么特点 通常就是图个方便游玩而已 接着同年 中国上海郡默开发 台湾为树娱乐代理的 先进传说复兴 画面看起来很糟糕 也有换皮手游那味道了 开始走向放置的外露 再来是2017年 由中国心动网络开发 原厂应允的 RO先进传说 天天打破力 可能是游戏玩法简单粗暴 经营的时间比我想象的久 接着同年 一样由新动网络开发 原厂应允的 先进传说RO 守护永恒的爱 可能之前一直没有很亮眼的作品 所以这款一推出 就造成不小的讨论量 到目前也还有不少玩家守护 2018年 先进传说 起源 严格来说这不是新作品 只是刚好查资料有看到就列进来 就是号称还原经典设定的伺服器版本 直白翻译又是 炒冷饭割韭菜 后来也在2019年12月10号 合幅消失了 而在同年有一款没推出台版的作品 在2016年就有释出相关的情报 由Neo Sion开发 RO先进传说 Sphere of Odin 是强调操作跟打击卡的作品 但除了IP是RO以外 并没有特别新颖的地方 接着是2020年 原厂开发演运的 RO先进传说 我的战术 目前国际版在5月18号就要终止了 台版目前没消息 FB也是半放生状态 估计也快凉了 同年中国上海军梦开发 台湾艾瑞尔代理德 RO先进传说 新世代也诞生 但实际背后营运为Relaternity 是北京字节跳动旗下 朝夕光年的子公司 当时的广告跟宣传打蛮大的 我也有上去玩一下 但真的不是很喜欢就删除了 近期也还有再更新 仍有不小的讨论热度 2021年 原厂开发营运的 RO先进传说 浦龙德拉迷宫 是结合养成加迷宫探索的玩法 今年3月还推出NFT的版本 看得出重力色真的想全方位割韭菜 另外有一款是没有台版 但人气不低的 RO Origin 爱如初见 是上海巨猛游戏与欢乐互语 联合开发 目前也有蛮多台湾玩家去玩海外版本 可能是真的很好玩吧 台湾版的话可能要再等原厂观望时机取代其他旧款游戏 终于各位耐心看到这里 我们迎来本次的主角 RO先进传说 魔物远征 其实这款就像是RO先进传说 我的战术 的改款 将模型 UI 重新调整 静态力会强大 3D模型可怕 维持原本的放置类玩法 其他方面并有特别创新的地方 至于是不是换屏还是中国开发 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但我玩起来总会有种即逝感 好像跟某款游戏类似 但事实上确实跟市面上众多的放置类没有太多差异 就是个套IP情怀割韭菜的作品 然后取个跟建于远征类似的名字 是基于什么想法 只有官方才知道了 如果你刚好喜欢RO 又喜欢放置类游戏 那可能就很适合你来轻松收菜玩一下 结论 找回最初的感动 拒绝课金的冲动 仙境传说就像天堂 魔力宝贝等老游戏 承载着很多玩家的回忆 玩家带着期待下载 有人回忆满满 有人失望删除 但造成回忆之所以变质 不只是厂商的责任 也包含玩家 有市场 有利润 厂商才能为所欲为 最近剑侠世界3 也开始如火如荼的广告洗礼 到时候上架 我还是会评测影片 但兴趣的观众请在耐心等待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